嗨,大家好,我是乌妍 去年我们说了要测一测草花在冬季的耐寒性 现在已经二月底了 去年冬季我们这里最低的温度大概在零下二三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玛格丽特菊 两个大球球有没有依然绿油油 而且上面还萌发了很多个花苞 接着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鸡小菊 我告诉你们让我最惊讶的就是他 这个家伙真的太厉害了 即使在我们最低温的时候 它依然带着花 就是全年365天一直在开花的一个东西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蓝雪花 你们映入眼帘的是一堆枯枝 是不是死了 没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底部 真的是这些新芽和新叶子都在冒啊 我摘了一根枝条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叶芽的新叶子也都在抽 所以说没有问题 它是活的 在冬季你们要看到这样子 千万不要把它丢弃 总结一下结果呢 就是这三种草花 在冬季都可以耐临下二三度的低温 如果说你那里的温度比这个再低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更多的反馈 好了 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 就做点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